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舞台上 妖艳火辣的鬼后浓妆是Doris的招牌特色 但您很难想下 私底下她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差 成军已经十多年了 不像别人想要赚人生的第一桶金 闪灵全力以赴的目标 他们希望立志寻回全世界 而原梦过程充满着惊奇 像是有一次表演到一半 热情男粉丝竟然上台 直接把她给抱走了 让其他团员非常错愕 也有歌迷嗨到当场骨折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跟着Doris 感受台湾在地创作如何一步又一步 站上音乐界最具指标的国际舞台 闪灵推文五年第九章专辑 重回Live House演唱 唱强依旧 唯独Freddy身份不一样了 我要告诉大家 林昌佐 闪灵主唱Freddy 在地法院是有她的价值的 目指是台湾第一位前进国会的乐团主唱 二十四年前也是以学生身份 组成第一支台湾黑金属摇滚乐团的人 最近大家如果看到那些乐品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 这我一定要讲 非讲吗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说 林昌佐从政这么多年 丝毫没有减损她的音乐天赋 这个是比在这段节目 闪灵鬼号的Doris 是被自首兼团长 您可能不知道 她在国际名气 可比老公Freddy更响亮 2009年美国摇滚杂志 选为史上最性感 最火辣 重金属摇滚艺人 2011年霍英国杂志 选为全球五十大摇滚之星 2013年也被波兰杂志 选为全球第一名摇滚女星 还连二度登上男人帮杂志封面 全世界对性感摇滚女郎封号 是这么来的 这Freddy有允许你拍吧 还是你先载后走 在台湾的部分 就是在台湾的这个杂志拍的时候 当然团员是都知道的 然后当然他们会觉得 怎么会找上你啊 你根本就不是什么性感 他们会觉得我跟性感这两个字 根本话不上边 但是我觉得很怪是可能 也许在台上的形象 会给大家一种觉得 我好像蛮冷艳的这样子的形象 所以第一次比如说 在台湾的杂志要有拍 就摆出一些动作啊 会露出一些很 冷艳会勾人 对 然后那个眼神就怎么弄 就是你知道眼睛都要抽筋 就还是那到底是怎么样 会勾人的眼神 到底是要怎么摆才有办法 我无法 然后但就是大概拍了100张 还有100张以后 觉得好啊 总算有几张可以用的 舞台上面的话会自然而然 就会有那样的状态 但是如果你见到棚里面 就是拍平面的那种性感 或者是什么那种照片的时候 那个就做得来得很难 台上的话是就是 我说你已经进入那个仪式里面的时候 你自己就已经被催眠了 你自己就已经被说服 是自己是那样子的角色 其实很重要 一上台仿佛变营作人 长期贝斯爆发力十足 Loris是把闪铃推向国际的重要推手 别人许愿30岁赚100万 他呢目标完成世界巡演 人生在最精华的时间 好像有些事情是钱不能取代的 而且这一生只有一次机会的 然后就觉得 如果可以去全世界 各个国家去表演的话 好像有点此生无憾的感觉 你这一生没有赚到 第一桶100万 也不一定会有此生无憾的感觉 可能就这样就这样吧 可是如果好像没有寻回到全世界 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就那个时候 就希望可以朝这个方向前进 最受瞩目的时刻是2000年 闪铃成为第一个登上日本 故事音乐节开唱的乐团 让世界乐迷首度认识台湾 在地摇滚 加油 而每每上台前的鬼装 铺上白底夹出的眼线 倒像猫眼的眼妆 看似张狂 实则每次都会搭配歌曲 画出细节不同的脸妆 还有Freddy戴上不对称隐形眼镜 这都是闪铃表演前 搭配歌曲不能少的步骤 只是一开始 Doris还有些排剧 一开始会觉得 要画那么多 或是这样好像都不像我 或什么的 但后来觉得 画得好像比原本好看 所以也还蛮enjoy 在台上那个装 这个比较有点像是传统的 你说金剧表演 或歌仔戏表演的时候 的样子有点像 因为我们的音乐是比较激烈 比较 节奏上面也比较快 包括乐迷给你的反应 乐迷他们 比如在我们表演的时候 他们会撒名字啊什么的 那其实这个 某种程度来讲 都在壮大这个仪式的 的场面 所以你自己也会慢慢地 去融入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与其说我自己去 去创造闪云都会是这样的角色 还不如说是我跟乐迷 还有整个环境 自己做到主要一个这样的台上的角色 以独特嗓音把台湾 历史神贵民间故事 融入词曲 是第一个唱出台湾的先驱 但2002年却面临班活动 经费卡住 巡回没着落 甚至长达三年 没出片的空窗期 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 直到2005年 闪铃与医生事件制作 赛德科巴来专辑 隔年发行英文版 第一周就入榜 在全美排行榜被选为 最受欢迎乐团 2007年更获邀全球乐团 最想挤进去的 美国奥兹音乐节巡演 展开北美22场演出 让他们第一次见到乐迷 多么疯狂 他一次就是好几万人的音乐剧 然后同时在美国的 二三十个城市上巡回表演 所以他不是一个巡回的tool 他是一个巡回的音乐剧 所以这个是当时在美国来讲 是最大的一个音乐剧的活动 然后他每一场都是户外的 那时候我们第一次看到 就是在白天就已经很醉的乐迷 就在底下 然后因为他们都会把人推上来 就是做人形冲浪 冲浪对对对 然后有些人就是太激烈了什么的 然后听说下去 他们整个膝盖骨就是骨折 还是什么都有 就这样表演的时候 然后音乐就好 从人体冲浪到乐迷齐嗨 这一步正是闪铃开启 世界舞台梦想的大门 短短四年从欧美到国际上百场音乐祭 真实感受到乐迷热情 在南欧的部分 像意大利亚或西班牙的乐迷 哇 每个人就过来 这超热情的 直接就勾肩搭 对对对 就穿过来就在你旁边亲啊 或者直接就搂你的腰啊 然后就把你转来转去 一直这样拍照这样 有个乐迷就 哇 我真的很喜欢你吧 然后就把我抱起来 然后抱出去这样 然后我突然就追出来 人在节奏 对对对 像到底要干嘛这样 他大概就是太兴奋地 想表达他的热情 之后的闪铃创作更多元了 加入二胡东方乐器 也加入了台语在地文化 而国际歌迷给了闪铃最窝心的回应 2014年日本上的SOMI舞台 净万人齐唱台语歌 当我在日本上的SOMI舞台上面 我看到底下的日本人 跟我们一起大合唱 几首歌的副歌 然后是台语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 那个时候会有点内心会蛮激动 对对我觉得哇 好像在在软音乐的路上有 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的一天 真的是蛮激动 这是最后一首歌 我愿意看到所有人 聪明一起唱 好吗 这是叫 《TAKA WAR》 多年努力值得了 寻回世界之后 Doris心中最难忘的场景 是2014年 站上象征世界擂台的 德国瓦肯音乐祭主舞台 这一刻 在德国的一个音乐机 叫Wacken Open Air 是瓦肯音乐机 应该算是现在欧陆 最大的一个金属的音乐机 然后我们是站上 他们的主舞台 主舞台都是那种 非常有名的 国际的这种乐团 可以站上去 那次站上的时候 真的非常的感动 就哇 好像人生 好像有个check list 是可以打勾了这样 这样子 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 应该是我们过去 比如我们2007年 开始正式的 在国际上面 做大规模这样的巡回 那它代表的应该是 我们过去这十年来的 一个累积 就是一个 就是在大大小小的 音乐季表演过了以后 能够登上一个 最大的一个殿堂 会觉得好像自己 算是交了一份 还不错的一个成绩带 历经十年完成梦想 如今Doris 接棒团长11年 要继续带着乐团 带领后辈 为台湾在国际舞台 继续追梦 创团十多年了 Freddy 林昌佐跟Doris 是重金属摇滚圈 很少见如此早婚的夫妻党 结婚的时候 一个25 另外一个年纪才24岁 而恋情萌芽的开始 原来也跟音乐有关 Doris说 他当时在台北大学 念公共行政系 有一次活动 负责柜台签到 这是第一次运见 同校来表演的闪铃 对林昌佐第一印象 这个团体有必要这样酷吗 后来林昌佐 担任了野台开唱音乐祭的策展人 而Doris也加入 两个人才真正变熟 从伙伴变成了女朋友 至于为何如此早婚呢 这里柔叫人跌破眼镜 居然是因为伴野台音乐祭 邀请国际团体 欠了一大堆卡债 不止车子拿去车带了 林昌佐为了还钱 还不惜当白老鼠测试新药 只为了赚取一场 一两万的高报酬 后来听说 结婚可以办结婚信贷 于是林昌佐在开车的时候 握着方向盘 开口求婚 台词呢 是连说了无视剧 结婚了好不好 最后Doris被问烦了 还真的就这样 点头答应家了 他说到这是人生当中 第一次被拐 第二次呢 则是Freddy告诉他 要参选的决定 据2017年 女儿来的意外 又让杨滚卡夫妻党 经历什么样的惊奇变化呢 带您进一步了解 1995年开办的野台开唱 是台湾第一个国际集音乐祭 也是闪铃Freddy和Doris 来电恋琴的起点 我跟他第一次对话 他是在办野台开唱的时候 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 就是会常常需要一起去 跟厂商结卡 比如说印海报啊 他追你吗 你追他吗 你倒追的 谁追谁啊 就是到后来都变罗生门 但我觉得是他嘛 那他就是每次都说是 就是他就不是这样子觉得 感觉起来他应该是 有一些好感啦这样 然后后来他回去就问说 要不要出来这样子 对 然后后来跟他出去之后 我就觉得好像 好像 这个人还 还OK这样子 对 对 就是跟原本印象中那种 好像 就是那种不太鸟人的 那个个性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以前一开始办活动的时候 都觉得他很忙 相差一岁的两个人 都是台北大学学生 办活动便恋人 但其实恋爱前 Freddy早是闪铃主唱 Doris谈起当年第一眼印象 只有两个字 我那时候有加入 中心法商的吉他社一阵子 然后那时候他们在 算是学校的那个大会堂 还是哪里办一个活动 然后是那种竞赛类的活动 然后Freddy那时候的闪铃 就有来参加 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柜台 就是当接待 还是发送什么的那个工作人员 然后他们一进来就很酷这样 我们是闪铃这样 就是很很慎正 刷酷的开始 对对对就觉得 怎么这么酷啊天哪 有需要这样吗这样 第一眼印象 对第一眼印象 然后那时候他们的 贝斯手刚好要去当兵 所以就来问我说 要不要要不要加入 我们是先一起办 野台开唱 然后才在一起 然后在一起的 没多久就在 我就加入上 Doris加入闪铃后 和Freddy以这张 永结轮回专辑 和团员抱回金曲 最佳乐团奖 边恋爱边出唱片 还一起负责策划野台开唱 邀请进百组国外乐团来台 状况却接二连三 我之前在活动的部分 比较负责宣传 然后也负责算是 副总监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就是整个活动的成败 或是什么的 毕竟就是我和Freddy一起扛 有一年在华山英文特区那边办 那时候附近的居民都不习惯 这附近有这么大音量的 活动的存在 刚好我们那年活动 又碰到台风 所以那一天晚上 原本预定要表演的艺人 原本要从韩国飞过来 因为台风也延离 延离到台湾可以表演的时候 也是凌晨两三点 凌晨两三点要开始表演 对 压力非常的大 然后附近的居民都 直接都跑来 那个活动的现场 开骂 对对对 半夜三点 这个环保局没有来测吗 对对对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 然后我就进出警局很多次 因为真的太吵了 然后有一对夫妇就请我 进去他们家看 看那个 他们那锅碗瓢瓢本在跳 然后我就进去看 然后真的 那真的 然后跟着音乐 在舞动 然后他们还讲说 哎呀 你们这个音乐要是那种 你们好好唱歌的音乐就算了 你们是这种摇滚音乐 这么吵 对不对 你碰到台风 或者是说各种 票房不利的因素 你都会赔钱 或者是会赚钱 那赔钱的时候 就是真的就赔很惨 被贴上扰名标签 这都不是最惨的 为了这场活动 两个人一度偷押房企停业台 会筹钱变卡奴 大学毕业 背了上百万债务 在东南新乐楼下 就很多的那个小桌子摊位 我们就一家一家 就是每一个都去办 对 到底刷了多少 那几十万有吧 然后我们也把 我们那时候 唯一的小小台的 COSA的那台车 去坐车带 带了大概11万12万吧 然后再跟朋友去借钱 跟亲朋友借钱 然后再去标会 就能做都做了吧 就为了这场音乐祭 对 如果一赔钱的话 就是会这么惨 Freddy那一阵子 还有去做那个药物实验 对 就为了还债 对 他说这个还债 好像蛮快的 那个比较好赚是不是 对 然后一次好像 那时候就一万两万吧 就是那时候 我们在想还有哪些方法 可以还债 那一种 他后来在网络上面查到 有一种叫做结婚信贷 就是你只好 好像你只要具备 那个什么登记证书 跟那个结婚的那个邀请卡 就可以去申请 然后最高可以带到60还80万 然后我就想说 好像一次可以还蛮多钱的 我就说好 然后后来呢 就真的去办了结婚还干嘛 然后大概过了一阵子 我问他说 那个办下来了没 他说好像有什么资格不服 还什么的 就又没有办成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人到底是拐我 没想到24岁的Doris 为了还钱 就这样善嫁Freddy 但让他耿耿于怀的是 求婚台词 竟然50句都一样 他求婚台词是什么 要不要结婚 要不要结婚啊 这样 就这样 然后你就说好 那个求婚的过程 真的有点糟糕 我有点暗示他很多次 就是你看人家求婚的时候 就像我们其他团圆 他们求婚的时候 都say好 什么在电影院 什么电影放映完了以后 全场的观众 结果都是来祝贺的 我们kiple手就是这样 然后其他手 怎么求婚的 然后鼓手怎么求婚的 每个都很浪漫这样 你心里会羡慕 其实也不会 我只是想要定他而已 就觉得你那个时候 怎么那么 就是我们在车上 他就一直说 结婚啦结婚啦 结婚啦好不好 这样 大概问了大概50遍这样 然后一开始就说不要 不要那么 先不要讲这个嘛 再想一下这样 但是后来讲到 如到最后就说 哎 好啦 好啦 他就 啊 你说好了这样 所以就觉得 这有点 就是被拐了啊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没有跟爸妈 那个时候登记的时候啦 因为他是要办结婚信贷啊 所以 但这种事情当然不能讲啊 都是为了这个理由的结婚 真的是太狭了 他想做的事情很多 所以他想赶快把这件事情确定下来 如果他现在看到的人是对了的话 可对我来讲 我们当然就会觉得 好像有点早啊 就这样一个24一个25 他们成了摇滚乐团 罕见的早婚夫妻 十多年来用音乐圆梦 也还了债 直到2015年 自由广场这场两万人演唱会 宣示Freddy决心前进国会 我们在过去办活动的时候啊 或者是说我们在我们的歌曲的创作的过程里面 因为有谈到蛮多跟台湾的历史啊 什么相关的 所以我们本来对于政治这样的议题就不陌生 他后来可能自己也想过了以后就来跟我讲 那但是他跟我讲的时候 基本是他跟党内的人都已经差不多决定是这样 那我能够说布的那个空间其实也蛮小的 所以他能改变他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 他有他自己人生的路 对啊应该 就是说我的角度应该是尽量的去 帮助他完成他想要做我的事情 从一个政治素人 从不被看好 到今天 现在 大家一起站在这边 坐在这边 迎接胜利 这是一条辛苦 但是值得的路 从拿麦克风的重金属摇滚主唱 成为第一个走进国会的人 Doris也从摇滚舞台到政治 陪他站在第一线 现在除了适应立委夫人头衔 婚后15年 还意外迎来的女儿米鲁 那时候小孩子一出生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是会哭嘛 很感动这样 但我们两个人不是 我们两个是大笑这样 就说哇 原来是这样子出来的 太好笑了这样 就很开心地迎接他 他对待她的方式 真的是哇 我很爱你 对 就会 什么 你是什么人的宝贝啊 在家里的对话是这样 对对对 就是会很疼爱啦 对 他教小孩讲台语 对啊对对啊 他在家里他一定都会跟他讲台语 然后如果女儿有时候讲华语的话 他就说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然后女儿就会用台语再跟他讲这样 这样 这方有耶 哦 这大条有吗 好 哦 牙牙学语的女儿跟着说起台语 Doris和Freddy 又有了女儿的陪伴 在政治摇滚背后 洗手20年来 也有了不一样的人生新滋味 你会觉得每一天好像都在开一个惊喜包 每天都在过圣诞节 只是你不知道这个惊喜包打开还是 大概 大概是一个开心口还是一坨大便 就是 就是每一天都在开惊喜包的感觉 但会觉得每一天都收到一个礼物 真的 就是一个惊喜包的礼物 它会做一些让你惊讶 让你贴心 对对对 或者让你有点不可思议的事这样 对对对 然后会觉得很累 然后但是开心的那个程度 也是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人生中近来可以有这种样貌的快乐 有的女儿是夫妻俩这两年最开心的礼物 而出生宜兰罗东 在台北长大的Doris 音乐细胞就来自耶爸爸 因为父亲叶天赐 当年可是台式大乐队五灯奖的首席 Doris排行老三 从五岁开始学钢琴 从小最爱的是日本少年队 酒井法子和奇藤游贵 在家他会故意把音响开得很大声 和姐姐表姐三个人 一起享受音乐轰炸的感觉 不过说起Bass技巧 他并不是跟爸爸学的 而是16岁考进台北商专 在迎新活动上面 听到了惠宁休斯顿低沉的歌声 这才燃起了组团的渴望 他决定成立学校第一个热衣社 而叶爸爸也形容 第一次见到宝贝女儿 化着鬼妆在舞台上甩头 那真是难以形容的惊讶 家人是如何从反对到力挺的 继续来看Doris成长故事 魅力甩头 和上狂野 在衣服上面的话 大概是全时之光 就是要呈现一个比较sexy的风格 但是还是 还是有一些低调啦 火辣提衣鬼魅浓妆 闪灵贝斯手兼团长的Doris 被视为全球最火辣 最性感重金属摇滚女 私底下却总是素颜装扮的 清秀佳人 其实小时候的她 还是个古灵精怪的小女孩 好 这个啦 这个 这个是叶香椅 我那个照相 我都没有叫她 她自己会挖一边这样 你看 我说 很好笑 这个才好笑 这种爱哭呢 爱哭呢 你不要拿那种丑的好不好 你拿一些好看的 这可以收起来 好 这可以收起来就行 你每次都可以收起来 这一块丑的要收起来 丑才要给人家看才好看 丑才要给人家看 能跟爸爸这样斗嘴 就属Doris了吧 翻着泛黄童年照片 老爸口中那些好笑照片 不是爱哭苦刮脸 就是Doris被烫成爆炸头 或是被扮成帅男娃模样 这米 对啊 那个是她 她小时候 小时候妈妈就要给她 打扮成男生 对啊 为什么 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 第一个生男的 第二个生女的 第三个 她以为是男的 还是你的 她吓一跳 什么还是你的 家中四个孩子中 Doris排行老三 当年爸妈以为 这胎是男娃 因此三岁前 她们穿着裙 一直到跳芭蕾 才转变 Doris却浑身不自在 就从小就觉得穿裙子 很恶心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从学芭蕾 然后还 裙子加裤袜 我觉得最恶心的装扮 因为无法 然后反而我妈 给我穿这种裤子 我都觉得超自在的 对啊 就给她训练成男生 就给她穿裤子啊 说是要把Doris 训练像男孩 其实Doris五岁 学钢琴 音乐细胞 就遗传自父亲 瞧瞧叶爸爸 北企贝斯的架势 很久没有弹了 已经差不多 多亲密关系啊 人家也不一定会播 你就随便弹嘛 我弹了三四几年了 他还没生出来 我就在做这一行 真的 我知道首席 以前你是台式首席 对啊 那个资历太深了 原来当年叶爸爸 可是台式大乐队 首席贝斯手 靠着弹贝斯 录着音乐 养活一家六口 我爸他是 台式大乐团的贝斯手 是 然后他 是首席 我也不知道啊 不过他是这样 称呼他自己 应该算是吧 那你小时候 对爸爸的企业 是有印象的吗 有啊有啊 就是小时候 我们比如说 我们回罗东 宜兰罗东老家的时候 那种阿祖啊 就是会讲啊什么 他在想我爸的时候 想他孙子的时候 就会打开电视台 就看五灯奖这样 就看到自己的孙子 在台上这样 那我们有时候 也是一样就是 那时候才三台啦 那时候主要还是三台嘛 小时候 然后都 后面都有那种 大乐队伴奏 有时候就会找 爸爸在哪里这样 在这边在这边这样 不过让Doris 从一头长把 才莫扎特的七职钢琴女 变成重金属摇滚魂 并不是靠叶爸爸传授的 而四年台北商专时 深深被惠宁休斯顿 名人的重低音所吸引 到了五专的时候呢 刚好去参加一个 就经过一个学校的那个 银行大会还是什么时候 那刚好现场的那个 灯光响公司在试音 他们放那个 那个惠宁休斯顿的歌就对了 因为它那个低音很强 然后那个 那个惠宁休斯顿的声音很低沉嘛 然后就觉得哇 这低频真的是太棒了 然后就觉得哇天啊 好像组着乐团的这个感觉这样 然后后来 刚好我们学校只有吉他声没有认识 然后我就跟一些同学就一起 创了一个认识 我觉得我应该是有点叛逆 就是我不是想要让他教我 我会一开始问他说 你知道这怎么弹吗这样 他说哦 这个就按这边 这个就按这边 哦 好好 那我知道 我会说好啊 你可以走啦 我自己练一下这样 对我不喜欢被他教的感觉 他们会觉得 他在念书的时期可以接触音乐 可是他们心里面还是会 不希望你走上 去玩音乐的这条道路 这样瞒着家人玩音乐 直到成果发表会那一天 叶爸爸被台上的宝贝女儿吓坏了 我不知道他 他在学校这里创色 然后发表会的时候 叫我跟妈妈去看 我们都去看 你吓一跳 吓一跳 他就不是谈这种中间属音乐的人 很文雅的人 很斯文的人 很斯文的一个女孩子 结果 然后不敢看观众 就一直看 看BES的把柄 我说不太像 不太像 爸妈以为Doris只是完票 毕业后会当个安分上班族 没想到他考上台北大学 公共行政系 竟又加入了神龙 我第一次在那个228公园表演的时候 叫那时候妈妈还在 叫妈妈跟你来看 我老婆去看 看他们出来一个 啊 我玩了 我玩了 画得像鬼一样的表演 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家画鬼脸出来表演 他们就创新了 以他为荣 对啊 真的哦 有发自内心吗 想不到他 现在问他 他越讲越干巴 这个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很丑耶 哎呦 那有人想帮这个啦 哪有 他自己做这么大张海报 那个是他海报 客厅的大海报 满意的父爱 展露无遗 家人从反对到支持 甚至每场表演不缺席 身为闪云团长的Doris 也向爸爸看齐 用音乐走遍世界各国 其实有点比较像 我后来就觉得比较像我爸 那个时候 我爸在台词大乐队的时候 他其实那时候去好多 全世界世界各国的国家 然后我那时候觉得他好厉害 但他那时候就是 等于说是去络军 去慰问侨胞 那所以对我来讲 会觉得说如果我可以 真的是征服在地的 说那个国家语言的人口的话 我会觉得好像这个音乐 真的有跨出某一种 有一种有跨出某一种隔阂 超越语言语言的隔阂 然后是用音乐去感动到的 继续学校放寒假了 从9月下一个学年开始 108新课纲即将上路 台湾亮起来 和远见天下文化教育基金会 一块合作 要带大家关心的 是新课程前岛的新变革 主题式教学在宜兰首度 有国中加入计划 他们把造诸列入主题式教学中 也就是在这一堂课里头 从亲手造船 拿奖划船 到学习怎么翻船求生 一堂课要学会 理化课的福利原理 要学体育课程的核心训练等等 不再是各科各自学了 而我们的镜头也见证了 宜兰县内第一所公办公营的实验学校 原山乡内城国中小的师生 如何最真实体验 带您来看海洋国家 如何从亲近一艘船开始 来到这边来集合 来 来来来 要帮他 要帮他 保护往前推 有往前推 内城野孩子 划船去 上啊 冲啊 好 出发 好 出 冲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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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啊 东阳下一人一奖 轻浮水面 这是宜兰内城国中小八年级学生的户外课程 这天跟着造州划船九年的大牧老师 学着怎么划船用奖 三腿 自然弯曲 船才稳 你刚刚是不是要左转出去 因为右边有数码 所以这时候你就用左后奖 这样知道吗 拿奖姿势方向对了 两人合力划船很快上手 原本还怕水的孩子们 兴致一来跟老师玩起 打水仗 把教室搬到户外两小时划船课 这只是学生们这学期的验收成果 划完一圈回到岸边 在许家生老师协助下 学生们轮流换上彩绘船 别看这些缤纷船只 全是这群学生从无到有 两个月亲手打造的 我是负责帮忙荷花涂舍 然后还有涂那个蓝色的底色 我要涂蓝色的底色 加速 游戏 游戏 游戏速度的快感 游戏没有年龄限制 游戏 游戏 游戏喜欢 游戏 游戏要上一种课吗 游戏要 游戏要玩 游戏要玩这个也比较好 游戏的时候很累 游戏的时候很好玩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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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教育的一大步 但第一堂课不教怎么造船 先告诉你怎么翻船 会打吗 懂了翻船原理周的架构 14岁的孩子教室里 不拿笔拿起刀具 第一次挑战自己造船 绑绳结动手锯木条 先往上拉再过去不要急 先往上拉再往下 很好就是这样 对对对很好对起 很好非常好你做得很好再往上 因为我们这个骨架蒙皮嘛 因为木头都很脆弱 所以我们不会用螺丝钉去锁 因为一锁它是不是有洞 有洞相对它就容易裂开 所以传统的这种骨架蒙皮 都是用绳子在绑的 不是只有绑 每一个动作上来就要有个力量 有有有有有有 来 蒙皮造舟从拉骨架 方回结 固定每个结点 打结缠绕 力道方位都得精准到位 做个十几次纵会上手 但让学生公认最难的 就是得量准角度 弯木条搭肋骨 你在弄一边的时候它先泡水 它会先让它软掉 可是你做完第一个 通常做完第一个弯的时候 第二个弯那边已经干掉了 所以就不好玩 就很容易折断 每周三小时的造船课 要学得克服的比想象中还要多 时不时还出现小状况 五三秒胶在这个上面看有没有胶 结果手不小心摸到就黏住了 太黏 对对对 很想到这么黏 西方铁有没有开始胶引起来 有没有 老师常常遇到这样吗 对啊 常常 造舟遇到的难题 大木老师早已习惯 九年前还在做设计专案管理的他 意识到台湾四面环海 想贴近海洋就得造舟划船 花两年研究改良 六千年前的骨架蒙皮舟 这是他四十岁的改变 也是翻转教育的开始 我其实不是户外咖 所以对我来讲也是很大的挑战 所以就开始学习划船 学习造舟 然后就慢慢发现这样的一个方式 可以让自己跟这个岛屿的关系很close 因为这样所以我就开始思考 如果我要带一群年轻人认识台湾的海洋 那我们就来自己造舟 自己划 从这个角度切入我就发现说 如果我可以把它带到教育里面 那我其实有机会 让很多孩子发现自己的一些可能性 以造舟划船为核心 学校也愿意纳入主题式教学 甚至造舟结合理化课 福利原理这样教 提升孩子们更高的求知欲望 你能不能去测量这艘船 到底能载重多少 可以啊 会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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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用小的 因为到后面的话 它有可能到临界点了 要成了 要成了 变化 我们不希望一开始就告诉它原理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孩子从动手做通 从玩之中去感受到 到底这个现象原因是什么 做中学更能理解原理 像是踩着U型版的学生 这也是共同设计的课程 体育课做下水核心训练 模拟划船 表情比僵硬 却让学生很有感 不要笑的 不要管你 还是刚刚才知道这个功能 不要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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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是学期 让那城国中小的师生花了超过60天 在造舟融合树里自然 也在学生分组合力下 蒙皮造舟渐渐有了雏形 把多余的木头做最后修饰 打动固定做以后就能蒙上外皮 好 来 很好 来 放下去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继续 来 从没摸过的丁枪 女同学在这堂课中也不是男生 反而手更巧 从不可能到眼看就要完成 教育的改变 孩子们也从一开始有些盘式 到越做越起劲 我坐完一艘船 一艘船 坐完之后就是 蛮有成就感的 不是 因为全台湾没有人 就是会坐这些船 然后我们是坐会了就觉得很厉害 我们最大的就是看到孩子 他在做的时候很投入 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很散漫的 然后倒是很专注 那其实那正是我们把孩子 带进学习 那个真正的价值 其实不一定是看到孩子完成了什么 而是我们看到教育 他有一些可能 才会融合人文艺术 造成课程开启大脑训练 这是主题是教育的改变 这样的教学 也让台湾的国中教室 变得很不一样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节节目还有更多聚焦 亚洲唯一的股生物修复团队 就在台湾 高技术门槛是专业也是商机 工作室首度打解你 欢迎回到台湾亮起来 想创业当老板 除了资金购 也要有独到的眼光才行 像是亚洲唯一的股生物修复团队 就在台湾 您知道吗 这里藏有全球首件的 附中双弹恐龙化石 还有全球仅有三只的 巨猿结龙木乃伊 这其中一只就在这里 清修过后的化石组装 会变立体放置展时间 走进来就像是走进了 时光隧道般奇幻 而这些修复的陆续新发现 都在国际科学期刊上 发表过15篇以上了 背后发起人是他 叫王蒙仁 34岁他跟朋友一起合伙创业 建立起了高门槛的 高知识古生物修复领域 他是怎么办到的呢 期间财务困顿又要如何化解 一块了解 这个是苍龙 百二季晚期的苍龙 距离现在差不多 八千万年之前 是在摩洛哥那一边发现 石副一点一点 用清修工具慢慢清除 八千万年前的苍龙轮廓 能看到这样的雏形也是 陈一鸣花了半年时间 粉碎烂掉的头颅 是最难也最棘手的 这实在太烂了 你像它碎成这个样子 光是上下二 那个碎片 应该就有上百个 上百个有 也是像这样找资料 看它上二 这一片骨头大概有几个 然后它如果碎裂的 我们就要再做布圆 这其实还蛮难的 应该跟法医差不多了 要清除埋藏在岩层中 数千万年的化石 不能伤到骨骼 又得摸手每个部位 像它一样 年姿至少七年起跳 像它神经级已经错位了 都折断了 错位的断骨的清理复原 都得跟时间赛跑 一旁这摊 让人眼花缭乱的零碎骨头 这也只是易容的一小部位而已 靠着师傅经验传承 这间古生物清修室 21年来 请已修复过上万件作品 不只是全台最大 还是亚洲唯一 化石修复私人团队 背后老板是他 古生物收藏家王蒙仁 对化石有着最深的激动 你看我刚一看到 他的眼睛都亮起来 拜托你啦 好 这个姿势刚好 刚好这个 要出来 然后头这样 它要挣扎起来 爬出来的感觉 对 爬出来的感觉 让它复活 想把每个化石修复后组装变立体 这是王蒙仁的心愿 眼前这只花三年清修组装的苍龙化石 就是他的最爱 有没有上面那只到这边 这么大 这一只算是少年 这个就是他的尺痕 所以苍龙吃菊石 然后吃什么 然后吃那个乌龟 也会吃这个 他是有历史以来 海里面最凶猛的动物 比那个巨子沙还要凶猛 对苍龙特性 古生物化石如属家珍 不是因为他是老板 而是从小 王蒙仁受父亲启蒙 爱抓昆虫做标本 像蒲鲤啊 抓蝴蝶啊 抓甲虫 然后做成标本 然后比较大的时候 五六年级 我就跑去那个山地门敲水晶 然后去那个甲仙去那边挖化石 基本上这个是我从小就很喜欢的 当然我会这样子 有一个很大的启蒙老师 是那个我的父亲 因为他是一个 一个业余的人类学家 我现在正在调那个倍数比较大的 从小就爱拿手电筒 放大镜到处挖宝 就这样开启收藏化石嗜好 但一度收到家里放不下 还租仓库 34岁干脆和朋友创业 推光顾生物 但要价不菲的化石 营运七年快发不出员工薪水时 还好有贵人向他提出 不如向银行求救 幸亏有我们公司许董事 他的支持 他就帮我们介绍 就是政府文化局办的创业 文创创业基金 然后帮我们申请这个 这个基金后来一来了之后 让我们公司啊 如普天意 我们借了很多次 而且借了很多钱 贾规祭拜祝陶嘛 就是感恩嘛 今天真的中小庆营帮我们 非常的多 有了台湾气营 大笔资金救援 王蒙人能做的事也越来越多 蛋在这边 对 这里 这个就是蛋 一个 两个 两个蛋 对对对 像是这个 全球唯一手建的附中双蛋化石 就是清修时被发现的 如今收藏在他的博物馆展示间 甚至这只长12米 独家首度曝光的巨猿杰龙木乃衣 全球只有三只 其中一个就在这儿 清修后高达七成皮肤 都还看得到 这个都是他皮肤的皮纹 一点一点的 看起来像那个柚子皮有没有 你看这个整个皮肤都在 整个皮肤都在 完整的 然后呢 他的皮肤跟肉在的时候 有那个奔龙在吃它 所以呢 就把牙齿可能咬到骨头了 就残留在这里 所以说这一件非常的珍贵又稀有 独特发现和罕见保存 都是王某人想做的 如今橱窗前大批人潮 停留 惊叹 能媲美博物馆的收藏 他感念那些年积金救援 现在他把古生物奥秘 在教育和工艺上 不遗余力推广给更多人 欢迎回到台湾亮起来 在今天的节目 从一个平凡宜兰女孩念书时代 加入闪铃之后的惊奇之旅 用音乐征服世界舞台 以及教育第一线 我们看到了一堂课 从造州聚目到划船清水 学习如何清净海洋 以及新世代投入创业 在古化石市场一步又一步奠定出 亚洲唯一的高门槛地位 台湾软实力真的不输人 而且他们的成功共同点 都是靠着团队相辅相成 也印证了合作的重要 今天节目提供给您 也希望透过台湾亮起来 能够让您感受到一股向上的力量 三地球台湾 我是郭亚慧 我们再会 你要能够在人生的这场仗里面 打赢的话 你就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可以接受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重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